你可以發現在台灣的政壇上 民進黨政府只要這個沒有招了 或者是沒有退路的時候 就把阿強拿出來用 就說這已經是對岸的陰謀啦 就是胡隆他們執政無能的現實 那停電這件事情 連台電機店都說 小動物的事件其實比過去少 那就更令人沒有辦法理解了 你到底自己打自己嘴巴 要到什麼程度你才甘願呢 事實上這幾次電網的不穩定性 或者是說幾次發電機的一些狀況 導致全台的跳機解連 其實本質上還是備載容量不足的問題 雖然數字上它有很多種 不同的美化的方式跟說法 但是本質的問題是你綠能發出來的電 是並沒有辦法作為一個 相對穩定整體電網 供電的能源去做使用 不管你的綠電比例 可以從數字美化上拉到多少 你都不能減少機載電廠 或者是機載發電機的數量 所以撇除掉綠電這一塊之後 其實台灣的供電是非常非常危險 你等於每天都會走鋼索 以至於任何的事件之後 它都會基於電網整體的不穩定 包含降壓供電 降頻供電等等 進一步的去影響我們電網的穩定度 蔡英文曾經在2017年就已經講 台灣的電網是非常脆弱 而且不穩定的 我們的政府會加大力度 來全面的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五年過去了 請問它到底解決了什麼 顯然是毫無作為 到了最後的最後你發現 不管是用數字上也沒有用 你用小動物也沒有用 都沒有辦法 影響人民最真實的感受的時候 被逼到牆角的民進黨 當然只有說 這錢都是阿強的影響啦 現在還有十年輕鬆 there 在以後 鄉ieron 感谢观看